最近娱乐圈翻车的男明星还真不少,不过女明星中王洛丹也出事了,前几天王洛丹拖欠工程款被强制执行的话题登上热搜,引起诸多争议。 案件执行标准为30.9万,这笔钱对于王洛丹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,但是他还是一直拖着不给。 随着舆论愈演愈烈,王洛丹本人终于站出来解释这场纠纷与自己本人无关,父亲才是实际出资购房人。 总而言之,就是一切都是王洛丹父亲的错误,这件事被曝光之后,不少网友表示他也不缺这点钱,为什么不给呢? 作为曾经的四小花旦之一,出道多年的王洛丹在娱乐圈可算是红极一时,虽然最近几年王洛丹的消息减少了不少,但是前几年爆红的时候王洛丹还是积攒下来不少资产。 日常现身一些活动场合的时候,王洛丹经常把自己打扮的珠光宝器,身上一见不起眼的珠宝搜出来也都是价值不菲,因为不少网友经常指责他炫富,可以看出娱乐圈的明星赚的钱还真不少,但是拖欠民工辛苦打工的血汗钱实属是不应该。 对于王洛丹来说,如果不是这次被列为被执行人,王洛丹在娱乐圈已经没有多少存在感了,上一次上热搜还是因为在评论区和粉丝互动,表示自己想要退出娱乐圈,可惜经纪人不同意。 说起来,王洛丹当初可以说是赵宝刚的御用女主角,2005年的时候王洛丹大学毕业,放话称我必须要演我喜欢的角色,狂妄之语着实惊艳到了不少人,2006年的时候赵宝刚准备拍摄奋斗,打算让王洛丹饰演剧中的鹿鹿。 可惜王洛丹铁了心的要演富二代米莱。 虽然赵宝刚认为他和米莱的形象不太符合,但一时间也找不到更合适的,于是就同意了让王洛丹饰演。 等到《奋斗》播出之后,王洛丹饰演的痴情富二代盖过了男女主的风头,谁也想不到王洛丹一个配角竟然火成了这样。 当时还有人打电话给王洛丹,邀请他出演三集片,当时的王洛丹还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,结果一查就被气坏了,直接打电话过去骂对方你要是演男主角。 我就演啊。 这下子对面也不干了,直接放话要卸掉他的胳膊腿。 由此能看出王洛丹的脾气是真的直率,就连王洛丹的母亲都在指责他,你要是实在不会说,就闭嘴吧。 奋斗中,王洛丹和赵宝刚合作得还不错,于是在下一部电视剧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中,赵宝刚依旧把最讨喜的角色给了他,还找来一群人作配,其中最出彩的还是王洛丹。 这部剧播出之后,王洛丹还被称为内地四小花旦之一,在2010年的时候还获封《精英女神》,所有人都以为这是王洛丹事业的上升期,结果没想到这竟然是王洛丹事业的巅峰。 就在王洛丹事业陷入瓶颈期的时候,风格长相都和王洛丹相似的白百合凭借失恋《33天》一夜爆红,深谙娱乐卷钱规则的赵宝刚直接指出白百合对王洛丹事业威胁,结果一语成衬,背靠陈雨凡的白百合成了娱乐圈的香波波。 而王洛丹却因为和李光杰的绯闻名声受损,再加上那几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,人气越来越一般。 2011年的时候,王洛丹在云南发生车祸,玻璃碎片直接飞到后座,擦伤了他的左脸和额头,被拉去医院缝了两三针,甚至后来他一笑就疼。 就算伤成这样,王洛丹还是被人说成了炒作。 就在他休养的这段时间,白百合彻底坐稳了娱乐圈小妞的第一把交椅,因为两人风格相近,王洛丹从此走向了无尽的被比较的日子。 在那个明星喜欢亲自下场的时代,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可以说就没有停止过。 在被记者问到对白百合走红的看法时,王洛丹毫不客气表示,我觉得他会更尴尬一点,因为不是我像他,挑衅到这里了。 白百合自然不甘示弱,从来没有一个导演跟我说,我跟谁长得像。 不止如此白百合还暗戳戳地表示,赵宝刚导演的一系列戏都找过自己,不过因为档期问题都被拒绝了,王洛丹也不甘示弱地透露,失恋33天, 是自己拒绝不要的,最后逼得滕华涛导演亲自下场,指名道姓地让王洛丹提升一下自己的演技,直接给王洛丹闹了个美脸。 眼看两边矛盾愈演愈烈,王洛丹发了一篇长文《一个女演员的自我修理》,否认了自己炒作这件事,还表示脸是爹妈给的,没得选。 最后以一句我们不是非此即彼的敌人,而是可以各自精彩地奋斗同仁。 体面地叫了声停,白百合也大方转发了这篇文章,这场大戏终于告一段落。 王洛丹与白百合的比较一直持续到了2017年,此前白百合成了十一票房女王,王洛丹却因为魏子夫被潮视女版葛优。 两人的差距已经拉得有点大了,结果没想到在2017年4月,白百合一纸禅事件爆发,让她的形象大为受损,而王洛丹则在朋友圈发布春天来了颇有点幸灾乐祸。 可惜的是,虽然白百合消失在娱乐圈了,但是王洛丹依旧没有翻身,即使是和黄渤合作了被光抓走的人,也难逃电影票房惨淡的结局。 不少网友开始分析,王洛丹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太差,刚红的时候就得罪了不少人,现在没以前那么名气大了,还端着过去的架子,不愿意改变,愿意找他拍戏的当然越来越少了。 当年,王洛丹放话称自己永远都不会拍摄一些大尺度的戏,结果没想到几年后年龄上涨,急于转型的王洛丹不得不开始拍一些大尺度戏份,却依旧掀不起水花。 后来,王洛丹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自己想要翻红,声称自己并不是相当什么好演员,只是想要红,还要有尊严的红。 结果这番话,难免让网友觉得他是在讽刺那些当红的同行,不是好演员,甚至红的没有尊严。 倒是王洛丹自己在女明星机场土火的那几年,每次出现不是玩滑板,就是背着吉他,或者是手风琴,坐坐的样子就连网友都在吐槽太刻意。 眼见自己是红不了了,王洛丹开始想办法驳出位,还将娱乐圈比喻成一个猪圈,甚至公开表示自己想要离开这样有一群猪的圈子。 因为这些话,王洛丹收到了不少指责,如今,37岁的王洛丹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棱角,曾经个性且叛逆的王洛丹一去不复返,他也变得随和不少。 不再像原来一样想着名和利,有戏找,他就去拍戏,没有就去录综艺,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前段时间,王洛丹还冒出了想要退出娱乐圈的想法,奈何经纪人不同意。 虽然不少网友都认为王洛丹的失败是因为百百合的横空出世,但百百合更像是一个影子,归根结底还是王洛丹自己的原因。 当初刚进娱乐圈的王洛丹年轻气盛,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,王洛丹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。 好在王洛丹的演技不错,如果找准自己的定位,还是有机会再次崛起的,大家又是怎么觉得的? 欢迎留言讨论。 欢迎留言讨论。